中原巡耕 我想這裡面有很多的一些需要釐清的 當然我剛才講的第一個是關於現在中原巡耕 這個是我們主機文化巡耕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我想也是一個發展 我們以前比如海南 我知道海南人到海南去巡耕 都是多半巡修杜瓊始祖 可是我們現在從杜瓊始祖走到中原去 會發現像胡適他們在海南 發現海南不是他們的始祖 他們始祖在中原 所以我想這後面當然有些經濟的因素在後面在推動 經濟後面都有 當然我們所謂的僑鄉 我並不是說那是一個新僑鄉 我是說我們對僑鄉的一些概念 可能我們要新的一些思考 比如中原這些人本來 這些地區本來跟閩越的地區 跟華人是完全沒有關係 他們本來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現在慢慢有關係 他們也來新加坡 我們也到那邊去巡耕 在那邊有很多文化活動 包括對當地的村落的宗廠 廟宇 甚至一些公寓的事業 已經開始像以前老僑鄉走的那些路 我已經有一些觀察 另外中鄉的問題確實是 其實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裡 中鄉是分不開的 同性的人住在同一個村落 一個宗族同時在一個地區 所以一個宗族講一種語言 一個祖宗 地緣血緣從事一種農業勞動 在中國傳統社會 尤其是宋元以來 明清的江南宗族社會裡面 血緣地緣業緣常常是沒有分的 當然到華人社會裡面慢慢的分開 這其實也是一個歷史演化的一個過程 謝謝 我現在有兩個問題想請講 第一就是關於這個 就是中鄉會館以及宗教團體之間的關係 那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早期 就是這些移民拿來新加坡的時候 就是建立的許宗廟 例如像鳳山寺以及建福東 那這些宗教團體 其實和會館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我想請問什麼就是 他們之間扮演著什麼關係 那就是從中 這樣會館如何幫助到這些宗教團體 這些宗教團體如何 幫助他們在精神上的這方面發展 那另外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就是未來的這些 就是未來這些 中鄉會館 跟這些宗教團體的關係 又會怎樣 那而且就是 因為就是剛才您提到 就是說越來越多的 青年遊戲已經很難轉上 其他還在進入人 藝術家、其他宗教群 那這樣子他們之間 會不會很像 讓這些 這些中鄉會館 以及宗教團體之間 有的距離越來越多 謝謝 對不起 你最後一個說 誰要隨距離越來越多 因為 有許多就是 例如海姓其他宗教 就是很像藝術家 或者其他這些西方宗教人 加入了這些會館 然後會不會造成 人家會館 這些華人宗教團體的 距離越來越離 謝謝 你這個問題我大概還要花兩個小時 其實很大很大的問題 我簡單 簡單 不過你還沒有被答應 前任我剛才答應 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如果沒有最後一個 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吸引年輕人的話 年輕人加入你們的會館的話 我不知道你自己本身 會覺得好不好 那麼我是覺得 你應該舉辦一些 你就馬來去 語言規劃活動 那麼你出爐舉辦 假如又會考 語言規劃 或者 假如又會考 語言規劃 那些 或者 那個 一些 中生的 發行 你給他便宜 零比 或其他地方便宜的 課程的收費 請問 你叫你 年輕人請按你的班 參與你的班的活動 加上班 會館 會館 最好的解決方法 你可能 可以接上你的語言 也可以 大家 慢慢 了解那個會館的活動 謝謝 我想 我介紹一下 我是叫波文農 中間總會 我曾經幫助 本楊 或是中會 非常 我自己 在中間會 廣播中間 一段時間 我就發現 這個現象 大家應該也會注意到的 就是 中親會 跟鄉親會 之間的 不同點 我自己 剛才 有位 很有提問的 就是 到中間行政 大部分是 中親會 就是血緣性的 性事的團體 他們到中間行政 我在兩年間也組了一個團 到 河南的三明家去 找到我們過國的 國務館去做一個拜訪 但是如果 鄉親會 他們就 面對了一個問題 他們只能夠在原來的 他們 來源地 去訪問 去認討 那麼 很多的 鄉親會 他以方言 以機關 來認同 那現在我們 方言的 摸絡 很多 人已經不懂得 講方言了 比如海南對管的領導 可能有一天 都不懂得 講海南話 但是 客家會管的領導 也不懂得 講客家話 所以他們這種 相應 這種方言 機關的認同 可能會淡化 那麼 同中 寫言的認同 可能還會強化 但是 現在會有一個現象 是 鄉親會的勢力 都比較強 中親會的勢力 比較小 那麼 譬如 富江會管 海南管 淘汰管 都規模很大 財力也很強 但是他們的認同 我想 從長眼來看 會不會因為 方言的流失 而 地言的 逐步淡化 而 面對的 但是 那個姓氏 血緣的認同 可能可以被長進去 但是 他們面對的是 規模比較小 財力比較多 所以 這中間 整個強勢 複補 整個去加強 是我們要探討的一個 謝謝 郭先生 非常感謝你 其實我沒見過你 可是我在會信上 看到你 你的意見都非常重看 我先回答剛才 剛才 那個先生談很重要的 宗教會館的關係 實際上 我們知道 新加坡 華人社會的發展過程當中 不管在文化資源的傳承 還是社會結構方面 宗教和會館都有各不各的關係 這個大家很清楚 最早的 這個 掠庭 就是從 海存福德次發展起來 那麼 我們知道 福建會館的天福公 海南會館的天后公 潮多人的越海稱廟 它本身都會廟與我割不斷的關係 實際上 我覺得這種文化傳承 一直到今天都連續下來 所以我自己 今年五月在台灣去開了一個會議 就是關於台灣漢人社會的媽祖 和新馬地區漢人媽祖的比獎 我覺得 我當時感覺 新加坡移民時代 華人社會的媽祖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是社群的邊界 我們可以看到海南人的媽祖 廣東 廣東人沒媽祖 海南人的媽祖 有沒有廣東有 有 台商會館 林漢會館有媽祖 海南人 廣東有 廣東有 對 台商有 就是說比較明顯大的 我們在越海間 有潮多人的媽祖 有福建人的媽祖 海南人的媽祖 可是這個跟台灣就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一直以來 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個關係一直延續到現在 其實我們看到新加坡的廟宇 這是我這些年研究的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出現了一些問題 其實我在綠野亭的研究 我們可以看到 綠野亭早期的海淳福德池 在綠野亭發展當中 在1923年 他們的董事會沒有成立之前 這個福德池是整個 綠野亭廣各兩方的總機構 一直到1923年 他們有董事部成立以後 可是你會發現 現在這些繁組社群邊界 很濃厚的廟宇 比如綠野亭 基本上他的福德 就在他們現在 牙龍的福德池已經相過很少 相過很少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是一種現象 另外我們看到 其實有另外一種形態 就是說當這些廟宇 如何能夠適當的去平衡 他這種傳統的社群邊界 和今天新加坡社會變化的新情質的話 他的廟宇就有很好的發展 其實我們看這個城隍廟 新加坡的城隍廟 他的發展其實現在很新正 大家知道新加坡的城隍廟 跟安西人有很大的關係 這裡附先生很明確很明白 他是從安西的城隍 從各種形式分下來的 可是他現在成為了一個 新加坡人的廟宇 他不只有安西人 還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有兩個層次 傳統的具有社群邊界的廟宇 到今天發生的轉型 他成為一個 按照我們比較學界的話講 他真正成為一個香羅廟 如何能夠經歷這個過程 那麼你說未來中間會廣的這個廟宇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